原标题 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 1976年 考古人员成功挖掘出了富豪墓 在这位传奇女性的墓中 出土了一件青铜怪器 她的样子特别像是鸟爪 这件青铜怪器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对于女主人富豪 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接下来让小编来为您揭秘 本门所有图片 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如侵犯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考古人员发现富豪墓 纯属一次偶然 1975年冬 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有一片岗地 村民们准备进行平整土地作业 由于地处小屯移植范围 这件事惊动了当时的考古研究所 安阳工作站 考古人员决 定在动工前 对此地进行一次彻底的钻探 经过申报批复后 1976年春开始了考古发掘 当时的重点 本来是发掘建筑机制 可是在钻探过程中 考古人员却发现地下的夯土很不寻常 5月16日 在打到地下约8米深的时候 一产下去 把探产提上来后 发现满产都是鲜红的漆皮 随即发现产内还有件东西 考古人员竟发现它是一间玉坠 就这样沉睡了三千多年的富豪墓被发现了 令人惊叹的是 富豪墓隐藏得很好 几千年来没有被盗墓者发现过 墓内的文物可以说保存良好 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器物 有铜器468件 鱼器755件 武器564件 石器63件等等 还有多达6820余枚的代表 当时钱币的货备 而萧尊 圈族公 三连眼 六方一等珍贵的青铜器 基本上都是首次问世 展开全文在出土的青铜器中 有一件鸟爪压的青铜 器十分奇怪 射简青铜器形象一直站立的鸟爪 上部为一段粗壮的鸟腿 中空下部是四个长度和粗细 基本一致爪子 爪子的顶部都很尖 可以很轻松的插进土里 这件奇特的青铜器 仿造鸟爪是肯定的了 可它是什么东西呢 又是做什么的呢 有人提出 这可能是一件装饰器物的底座 也许它的主体就是一只大鸟 嘴里还可能闲着香炉或灯 可考古人员翻遍的古墓 却没有找到任何可以与它配套的主体部分 而这么高规格的墓大 忘了放弃物的主体部分 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还有人提出 这可能是某种桌椅的支腿 但问题又来了 类似的所谓的支腿 只有一个 如果说这个桌子就是一个腿 可从苗掌的造型来看 那是绝对的不平稳 于是以上推断 均不成立 最后 考古人员把目光 又转移到这件青铜器发现的地方 那地方曾经堆放着好几种兵器 同时 他们 在鸟掌型青铜器的上部空心管中 还发现了安装过木杆的痕迹 如此一来 考古人员给出一个大胆的推断 这件鸟掌型的青铜器 可能是种兵器 至少也得和兵器有关 大家请来了北京的古兵器专家 终于得到了真正的答案 原来这件鸟掌型青铜器不是兵器 但确实是兵器的一部分 它的学名叫做尊 我们都知道 古代冷兵器时代 讲究一寸长 一寸强 因此 枪 矛 斧 大刀等长柄武器很多 这些长柄武器 很少是用金属做柄的 毕竟 官老爷的大刀足有82斤 这世上没有几个人能武得动 更不要说传说 中的李云瓣重400斤的大锤 所以 大部分人使用的长柄武器 都是用木头做长柄的 这样一来 在长柄兵器末端的木质部分 就存在着开裂 甚至是损坏的风险 于是 老祖宗就在长柄兵器的末端 加装了一个零部件 一来可以防止木柄开裂 二来让兵 器有偷油味 有很好的装饰作用 重要的是 可以通过尊 直接把长柄兵器插在身边的土里 方便将士们上阵厮杀 可以想象 在三千年前 傅豪引兵与敌人饶着 前方的战场上 两支军队已经开始了面对面的冲杀和肉搏 战场上烟尘四起 砍杀不断 而此时 傅豪就坐在不远处的小山之上 镇定地观察着战场上的变化 随时发布新的命令 在他旁边 是一柄大斧 利用末端那个鸟爪形同尊 大斧正稳稳地插在土里 随时等待着富豪 轮起大斧 杀入敌阵 带给敌人最致命的一击 文栏海润工作室 主编文秀才 本文撰写 特约历史撰稿人 张鸿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